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道你 却又惊泪起 长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起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起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起 唱歌 拉我干什么 你看 怎么了 那两个人你认识 他就是您是 是他 对 就是那个纯红手 别瞎吱 真的 他真是 你喊什么喊 怕人家听不见 祝福 你看看清楚了 绝对没错 就是他 他身旁的那个男人是谁 看 没 没见过 行吧 去吧 快走 小弟一番悲戚实为扫兴 望兄长宽幼 家中御事任谁也会如此 贤弟严重了 贤弟 你我虽萍水相逢 却一见如故 于兄 先干为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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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兄长 贤弟 如蒙不弃便与于兄同行 一路之上也可互相照顾 只恐拖累兄长 哪里话来 如此便说定了 对不起 二位 能说句话吗 请说吧 这堂中已无空位 不知二位能否见容啊 如此甚好 我兄弟正嫌弃 讨扰了 请坐 二位怎么称呼 李元方 您无数 在下鲁英 敢问二位是北上啊还是南下 我二人要到阳州 这可真是凑巧 小弟要到山阳县 正好也要经过阳州 看来我们又遇到一位同路的朋友 有缘 有缘哪 真想不到 我们三人凑成一桌 竟然还是同路 就冲这点 老鲁今天 就要与二位多喝几杯 好 来 铁花献佛 好 我先干为敬 好 好 伙计 上酒 上酒啊 好 马上就到 鲁兄 山阳县位于寒沟北端 那里的曹运很是发达的 哦 胸台博文 竟然知道寒沟渠段 听说寒沟近年连发帆船事件 不知鲁兄可知一二 帆船 嗨 李兄有所不知啊 这运河之上 竟是三条桅杆的大帆船 多得很 多得很啊 哈哈 二位如果有兴趣 可到山阳一游 我愿陪二位做大帆船 看一看运河 那就多谢啊 好说好说 李兄 李兄所说的帆船 乃是官船在寒沟轻浮的案件 并不是运河上的大帆船 我岂能不知李兄所说之意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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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明贤弟 此事 说来话长啊 我们 有的是时间 鲁兄大可 唯唯道 不错不错 我们不嫌你啰嗦 那好 既然二位对此事如此欣慰 那我就说一说吧 二位可能知道 这寒沟渠位于扬州与山阳县之间 乃朝廷北运的咽喉 江淮盐铁转运时 每年将江南粤州 连水等地出产的海盐打成麻包 从海陵 沿城等地 装上堵船 经运河 运地神都洛阳 再由洛阳中转运至食盐欠缺的北方重镇 西京长安 甘州 梁州等地 然而近年来 寒沟却连发怪事 李兄方才所言不差 只要是江淮盐铁转运时的运沿船 经过寒沟 必定翻覆 押运沿缘损 船上所在的食盐无踪 这种情形 已经发生了十多次 每次翻船后 扬州曹允衙门 会同当地官府 派人前往扶船地点打包 可只捞上一些残船的碎片 船上所在的食盐却一概失去踪迹 有这等事 正是 那么这些装在麻包内的食盐 会不会是被水下的暗流卷走 或者是融化在水中了呢 李兄 官船每一次所在的食盐 最少也有数十万弹 你想想 要多么大的暗流 才能将其全部吞噬 说到融化 那就更不可能了 数十万弹食盐全部融化 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即使麻包中的食盐融化 那麻包也应该可以打刀上来吧 然而历次打捞 河中除了破船残片之外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如果说有一两次帆船之后 没能打捞到失事的物资 这谁都可以理解 可帆船事件发生了十多次 每次打捞 都数无功而返 这难道不奇怪吗 确实非常怪眼 刚刚鲁兄说 只有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研船 才在寒沟倾赴是吗 正是 也就是说 其他船只都同情无阻 李兄 真是了不起 一语中定 你说得对齐了 这正是寒沟附传 最为怪异之处 也是朝廷 屡次委员 潜伏寒沟查查的真正目的 那么他们都查到了什么 唉 别提了 当官呢 来到扬州 与曹运衙门的人 大吃大喝一同 而后按照曹运衙门所说的 胡乱写上一份官碟 回复公路 及皇帝 所有人的碟文 几乎都是千篇一律 说寒沟年久失修 暗交丛生 运沿船只是触交沉没 于是这第二班怪异之处便出现了 哦 何怪 二位可能知道 江淮掩铁转运使运沿的船盾 是以海鸥船打头 后面连接着数十只装运食盐的盾船 即使打头的海鸥船触交沉没 后面的盾船只要斩断连接绳索 是不会随其一同覆没的 然而在寒沟水段发生的每次帆船事件 都是海鸥船连同其后的盾船一同沉没 这便是寒沟覆船的怪事之二 难道说江淮掩铁转运使船队的所有船只同时触交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 他们又是如何向皇帝解释此事 他们上报的谍文中 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寒沟两岸的欠护们身上 说欠护们拿了朝廷的护取银 却贪婪耍华不肯为朝廷出力输郡渠道 又说两岸欠护们相互勾结 在水下凿穿官船打劫官员 真是岂有此理 谁说不是呢 可怜那些欠护们不但受尽酷刑 还被曹运使衙门夺去了赖以为生的护曹祥 这些藏官真是该死 弟兄啊 官官相护 派来的巡河官拿着曹运衙门上贡营 吃着真羞美味 又怎么会去和他们认真呢 汤沟连年复传 可曹运使衙门的当官的 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依然是花天酒地 只是苦了两岸的老百姓 年前朝廷又派了一位巡河大人 水部郎中李汉大人 啊 李汉怎么样 可惜这位李大人 到任不到三个月 便不知什么原因 自溢 身亡 什么 他死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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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死的 具体的不知道 只是听说 几天前寒沟再发复传事件 当天夜里李大人便自意身亡了 他 魯兄 让他去 魯兄 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然对此事这般了解 我看李兄对此事也是关切的很啊 啊 看起来你我同为好事之人 来 请 好 好 姑娘 你们几位是打劫难还是住殿 你们这里可有一位姓宁的单身女子住殿 啊 高个儿 长脸 你看什么呢 长脸 是 呦 对不住 刚刚小弟不胜久力 眼鼻酸涩 心中烦闷 一直出仇 二位莫怪 贤弟说哪里话来 陆兄 您贤弟 今天我们就住在这里了 明日一早起行如何 一切全凭兄长安排 不满二位 于兄已在这客栈中住下了 啊 如此甚厚 伙计算账 哎 来了 三位一共是两罐钱 我们要在此住下 给我开两间上方 他们为什么都盯着我 也许你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哎 一几几位怎么了 你走吧 他们已经不需要房间了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吧 滚 杜葳 有事吗 我们要带他走 我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你不用问那么多 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 我能问一问 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话我只说一遍 走吧 这里是官营的驿站 难道你们要在这里公然绑架吗 少废话 快走吧 快 是谁敢在这儿撒野 就是他们几个 要大家滚出去 别再扔闹事 好人来了 上 上 你们想干什么 怎么样 走吧 你们 乖 撒 住 喂 走 走 好功夫 今天便宜你们 走 房间安排好了没有 请请 客官请 鲁兄 宁贤弟 走吧 真是想不到 我老鲁今天竟然有幸遇到了一位大侠 走吧 请 闻师 哥老 怎么样 二位大人 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吗 请哥老放心 一切都按您的意思 不止妥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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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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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 抬起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抬起来 抬起头 你抬起头来 你即将对抬起头到大人公主席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京兆府 我要给你提个醒 京兆府是可以当堂判死的衙门 我来问你 今天上午 潜入客栈杀害倩户的 是不是你们 回大人 小的不知您在说什么 是吗 那么你为什么要率人 到客栈之中寻找那些欠户 回大人 小的不曾到过越来客栈 是丁老板看走了眼 本阁可没有说过 欠户们是住在越来客栈 刚刚 你为什么要率人 在玄武街截杀房九 小小小的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那么你们本来想要杀谁呀 你们本来想要杀谁呀 小壮的穷苦欠户 真真是丧尽天良 禽兽不如 而今势败被擒 竟还不思悔改 巧言令色 你以为这里是扬州曹运 衙门的公堂不成 实话告诉你 就凭你今夜之许 本阁就可以将尔等这般恶贼 当堂判死 本阁体上天好生之德 又知你并非主犯 这才给你机会 希望你到处幕后主使之人 也许尚可开拓一二 不料你这丝奸华顽略 面对如山铁证 竟还敢推诿魂赖 真是可笑之急 看来你还不知道 经兆府是个什么去处 来啊 请大行 是 是 走 上去 拥挥律明文定制 对于证据确凿 却拒不认罪的杀人命犯 行死无过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 意思就是 既是用刑过度 当堂将你夹死 堂官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你听明白了吗 我 大人 大人饶命 饶命啊 小的全说 小的如实找来 说 可朕中的前护 确实是小的率人杀死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这是上官差遣 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呀 你的上官是谁 小的六人 是扬州草原衙门的补力 上官便是护草使王州 王州 正是 王州为什么要杀死这些倩户 汇大人 两个月前 京中传来消息 说有扬州倩户到各部院 偷撞上告草原衙门 王大人听闻此事 便率我等连夜进京 要将这些倩户 捕回扬州再做处置 想不到的是 我们到京之后 寻遍了全城各家客栈驿馆 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王大人无奈 只得在京中住下 命我六人 每日在全城各个角落 寻找告状欠户的踪迹 今天 你们终于在朱雀街 看到方九 腰架上宿被拒 不想 他的宿状 却被本阁受理 于是你回去 禀告了王州 他这才命令 你们杀人灭口 正是 畜生 是 护曹是王州 现在何处 就在小的们居住的 通阳驿站中 沈大人 在 立刻命令属下捕快 缉拿王州到牙 是 叫他牵过划牙 是 提离大人 杨州欠户方九 现在躺外 请他进来 是 来 方九 大人 大人 方九冤枉啊 快起来 我知道 实情我都知道了 愿我 愿我思虑不周 让乡亲们惨遭待人毒手 大人 他们 他们不会放过小人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方九啊 来 好 好好地看一看 杀害乡亲们的凶手 是不是此人 不错 大人 就是以此人为首 方九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 替乡亲们报仇 谢大人 好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 来啊 在 将这班恶贼押下堂去 是 走 走 走 李春的 老爷 带方九到内堂休息 对 走 走吧 早就听闻 敌宫断案如神 想不到 净审到这般地步 哥老 您是怎么想到 杀人者 是扬州曹运衙门的工人 命案发生之后 本阁来到现场 向店老板进行了讯问 我来问你 这些欠护们入住之后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有 哦 是什么人 小的 小的不敢说 怕什么 说 是 是五六个宫门里的牙医 宫门里的牙医 正是 他们说要找扬州来的客人 我告诉他们客人就住在后院天字第一号房内 他们就进店了 逛了没一会儿 那个姓方的客人抱着孩子跑出门去 牙医们随后也追了出来 是 当时我还纳闷出了什么事呢 牙医们身上穿的工服是什么样式 和平常所见的工人穿着均是一般 哦 对了 有一点不一样 那些工人身穿的工服 绣的是红丝饼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京城各部院衙门的差役所穿的工服 绣的都是蓝丝饼 回刑馆之后 我仔细回想了店老板的话 又将方九所诉的冤情联系起来 立刻想到 水部下辖的各曹渠使衙门的差役所穿工服 便是绣着红色丝饼 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 我命曾太到京兆府请你帮我们查找 这群恶贼的踪迹 哦 是这样 恩师 他们为什么要穿着工服行凶呢 这样岂不是太招摇了吗 水部工服除鞭绣与众不同之外 其他军事一般 普通人难以识表 他们大可以鱼目混珠 而且身穿工服更加便于 行事 嗯 你们想一想 如果他们穿着便衣 向店老板打听欠护们的下落 老板是不会轻易告诉他们的 嗯 不错 得到你们的奏报之后 我想 一旦贸然抓捕 这些歹人到了公堂之上 定会抵赖推诿 于是 最后我决定打草惊蛇 用明罗昭氏之法 一来让方九听到 二来让歹人们也听到 这些人正便寻不到方九的踪迹 听到昭氏 定然会来到玄武街上等待 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嗯 可恩师 您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来 第一 他们一直找不到方九的踪迹 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念头 也会到府门前等候 第二 如果他们不来 让方九落在我们的手中 那岂不是公败垂成 因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嗯 这招真是高明 如此一桩无头命案 竟然半天便已告破 如不是亲见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啊 嗯 我真希望天下无案可破 百姓安居乐业 可这毕竟是美好的愿望 你们也都看到了 如此成平的天下 也有这等阴暗的角落 百姓无所寄托 流离失所 官府形同盗匪 枪杀良民竟如同对草芥一般 这怎么能够不令人痛心疾首啊 无不将这般作恶多端 强害百姓的恶贼绳之以法 我敌人节有何面目 穿这套银青官服 有何面目 黄黄然立于士大夫之令 又有何面目 面对圣上信任所托 而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法 看来这扬州的水很浑哪 是啊 待王州抓捕到岸 我想也可以问出一些端倪 请问 赵头有事吗 过来 有个叫王州的 是住这儿吗 你说的是杨州来了 是住这儿 走 走 快 进去 启禀大人 放官王州带打 跪下 你就是王州 正是 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来吗 哼 不知道 王州身为扬州曹运衙门的护曹使 堂堂朝廷九品 哼 你经兆府再大 一无利不疑闻 二无三思推逝 无凭无据 竟将朝廷命官拘捕道牙 这 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吧 再者说 曹运归公部管辖 你经兆府 无端抓捕公部管理 竟不知会省部 这更是违反定制 今天你们有凭有据还字罢了 若无凭证 不要怪下官走出这扇门 就要将你们告到临台 这几位你还不认识吧 这位是江淮督察使增大楼 哼 这位是经兆府尹沈大人 这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这 封大人 哼 你们看到了吧 这司何等猖獗 对上官都如此居傲 就更不要说他对治下的百姓 蒙州 你可知道这位大人的身份吗 小的不知 是 这位是当朝宰府 那时狄仁杰大人 蒙圣玉为江南道处置时 兼江淮督转运使 奉旨钦 提掉江淮一切军政要务 待天寻寿 查查大案便宜行事 所至之处如地亲临 还不跪下 是大人 封大人说了这么多 我想你应该听明白 不要说将你这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 居传到堂 就是杀了你也在便衣之内 大 大人 你这狗官 阴险歹毒残忍恶 身为朝廷九品 拾君之路 不思环报君恩 不知替天子善目黎民 却上下勾结贪赃枉法 违害以防 更有甚者 竟指使属下差役充当杀手 残害治下良民 所行之事 真可谓欺天媚地 罪不容诸 冤枉啊大人 卑之实在是冤枉啊 大人所受之事 卑之从未做过 不知大人听信何人所言 可有证据啊 带方九 参见大人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 他就是护曹使王州王大人 大人 当天就是他来到村中 告诉我们再也不发给欠护护曹响了 让我们自谋生计 你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是扬州的欠护 方九 你 你 就是那个邀家月宿的欠护 不错 王州 王州 你虽然不认识他 可他却是你们灭口的对象 不是吗 大人在说什么 卑之不明白 是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对月来客栈中杀人灭口的命案 毫不知情了 当然 卑之怎么会知道呢 既然你对此毫不知情 那么刚刚怎么会一语道出 今日方九腰架月宿之事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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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吧 那些歹徒之所以对欠护们痛下杀手 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再经月宿告状 你说 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啊 大人是怎么知道的 你的问题太多了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九品护草 也敢在京兆府大堂上公然发问 真是自不量力 是 是 你要弄清楚 现在是本阁在询问你 你弄明白了吗 明白 卑之明白 还是那个问题 既然你对此案毫不知情 又怎能一口道出 方九在朱雀大街邀驾月宿之事 啊 这 这 啊 是这样 卑之 卑之是听旁人闲谈中说起的 哦 是听旁人在闲谈中说起的 是是正是 看起来 看起来 你真的与此案没有关系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你们下去吧 是 哦 好 把诉状给我 你看看 倩护们的诉状上 可有你王州的名字 大人 这都是倩护们的一面之词 未经声唐居问 怎能断卑之有罪 你听清楚 本阁并没有断你之罪 只是在问你是否与此案有关联 大人 这诉状虽与卑之有赦 可却并不能说明 卑之杀人灭口啊 哦 现在你已经承认于本案有赦 好 由此看来 至少你有杀人动机 这 就算是吧 可这只是大人的推断 没有凭据 怎能定卑之之罪呢 好吧 奔阁 再让你见一个人 带上来 走 快点 参见大人 爸 王州 你认识这个人吗 王大人 你是什么人 大人 笑得愚衷了 什么愚衷 我没听说过 谁 爸爸 你 他 他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